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哪里说话 因为我天天在这 对吧 所以他把嘉宾说的很多话都在我头上 那天有一帮阔太太碰见我 最近我也比较喜欢静静 阔太太碰 阔太太碰见我跟我说 昨天晚上听说你在强情三人行节目里说 色界里头梁朝伟和汤伟俩人是真干 我说那是我说的吗 那是香港导演林一华说的 而且你们也没说是真干 只是怀疑对不对 林一华说说半个电影院的香港市民都看出来了 说是俩人 是真的 后来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对一个专业演员的采访 这个专业演员这么说 他说照我当演员的经验 他们的这个体位 他们那个位置就很难救到位 说如果不是真的 那也是不知道他怎么能救到这个位 咱就不懂这个了 咱们甭说这个 说徐老师 徐老师你知道吗 看见我们那天聊这个色界了 当天夜里12点我电话响了 徐老师在香港 哎呀 怎么不让我聊的 我都 我说为什么呢 他刚看完色界 他说 那就是我们岭南大学呀 怪不得在香港电影院 一说那个王立宏演那个角色 穿一背心 上面写岭南大学 香港电影院都笑喷了 说啊 里边在电影里边出现岭南大学 这是张燕林的原本里边就是这样 就是岭南大学 因为岭南大学在抗战的时候 迁到香港 就是曾经到许第三那里 陈英雀他们到许第三那里 所以岭南大学的这个剧团社 那是史实 后来他演出的那个地方是陆又堂 是现在港大的那个陆又堂 我也曾经在那里 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 那个会场也很熟悉 就是岭南大学 这次丢脸给丢大 怎么丢脸呢 岭南大学 我跟你讲 就两次追溯风头 一次就那本书 陈英雀最后二十年 讲岭南的那个校风 讲了一下 这次不得了了 就是你看那个背心 那几个男的 你看看 那不是进步青年吗 对啊 整个这个电影 最精髓的地方就在这部分 就把那个浪漫的革命的荒诞性 给解剖出来 你看了吧 对不对 对 我觉得是给你们岭南大学 争光啊 那几个男的 你看看像什么话 对不对 上去上上不了 几个男的窝囊极了 之所以这个 难怪他摁不住 所以女主角最后会 被汉奸迷住啊 这个前面这批革命党 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 对不对 那天穿着岭南的这个衣服 我在学校里 我们第二天上课 我们一百多个学生 我们开了社会把他说 然后都在起哄 就是说我们岭南的这个 徐老师 校育受损 岭南大学 现在还有那个学生话剧社吗 有 我还做过 还有漂亮女学生 当那个女主演吗 但是不会像里边这样的情节 这教授 我赶快解释 这个就不会了 我还做过他们剧团的顾问 他们还演过高兴建的话剧 我们做过 原来我小道消息 我听说李安对于这个大学话剧团的女学生 这个演员 有他一定的这个梦中情人呢 还是这个幻想的这个成分 是吗 我们以前讲过一句话 说作家吃苦啊 不会白吃的 作家受难 不会白难 只要他写出作品 那之前呢 很多人比方讲云啊 那个赏文家有的时候 到我们这里开张爱玲的会 说张爱玲一辈子被两个男人害了 首先第一个是湖南城 拼命骂湖南城 特别举了个例子 你知道张爱玲很久很久以后 还写了一封信 湖南城监狱放出来以后 他写封信 问哪一年报纸的一篇社论在哪里找到 张爱玲就写了这么一封信 这个很妙 哪一年什么 就是某一年 很多年前 几十年前 有一篇什么社论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那个蒋云 那个赏文家就在那会上说了 说你们男人啊 仔细想想 你们都有对不起女人的时候啊 这一个女人几十年后 还什么写封信 你还不赶快买飞机票赶到美国去 这是人家还没忘了 你不是为了 你知道混蛋湖南城怎么样了 他真把那篇东西查出来 寄给他就完了 寄给张爱玲 从此张爱玲就断念了 你知道这个小说写了三十年了 很多人分析说 他这中间有一个断念的一个过程 但是你知道我们有学生怎么说啊 说李安替张爱玲爆了仇 李安终于把他跟湖南城的这口怨气啊 就这份这份苦啊 是不是湖南城有负于张爱玲 就是说 不是 他写的就是人性啊 就是一个这么出色的女人坏 怎么爱上一个坏男人的 这么一种教训啊 他在电影里给他展示出来了 所以张爱玲这份苦也没白吃啊 你发现徐老师 徐老师这时候知道后悔了 你知道拍这电影啊 被徐老师拒绝了 本来要到他上海家里拍的 他霸占着这个张爱玲的故居呢 你知道吗 不是啊 那故居是在我的一条路 在一条路 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了 他们才告诉我 原来张爱玲也在那里住过 是这样 现在电影火了 徐老师不高兴了 当时要是拍就好了 不过他那个拍的地方 那个故事发生的地方 平安电影院呢 是我小时候去看电影的地方 现在那个电影院变成ZARA了 很可惜 他们为了拍这个电影 是画的 连梧桐树都是种下的 对 我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你 不要我拿来 我觉得只能当画托了 因为这里边你们俩都看过 我在北京没看见 在香港才公演 将来会看到 这电影没看到 除了射门镜头以外 但是我想射门镜头没有 除了射门看不到 球赛都看得到 那是关键的 床戏我觉得肯定 李安的理解 在这点上是对的 因为我看到他小说 色界里边 那个原话里边 是有一句被反复引 就关键的 说是通过一个 要得到一个男人的心 要通过他的胃 得到一个女人的心 要通过他的阴道 所以这句话 虽然可能是小说里边 是张爱玲引别人的 我看着好像是引 孤狐明的 对 而且张爱玲 不是张爱玲 王家兹也不一定同意 也不一定同意 张爱玲甚至也不一定同意 我刚才就是 匆匆的 看了一下 我没有看全文 我就感觉 张爱玲30年后 在写 连文笔都是硬的 我感觉 就比她的早期 那种女性的细腻的 阴柔的 好多东西 都变了 就跟一个东西 它壳 长了一层壳一样 所以就包括这话 本身我觉得 也不见得是她同意的 但是 恐怕在当年 性是一个关键的东西 在她和湖南城的关系上 对 一定是睡晕了 这女人 然后她肯定是睡晕了 女人会睡晕了 那当然 只有你们男的 女人不都是要感情第一的吗 所以那更厉害 就是女人和性 先有感情 情和性 你说都搅在一起 那不晕 还干什么呀 就说她到这个时候 她爱上这么一个男 而且这个湖南城 我觉得是一个大面手 她就是说 她真是 就是说无耻 杀手 杀手 而且就是说 是一个大无耻 就是有一个80后的小女孩 我说一句话挺有意思 说这是一个吃软饭 吃出了境界的男人 我早知道 战老师 不是一般的 非常讨厌湖南城 你跟你是女性 有关系吗 绝对是有才 她绝对是吃软饭的人 不 她不是光是吃软饭 我都看见吃软饭的 得有软饭吃 对 所以我说 大面手 我们后来看到朱天文 朱天兴这么喜欢湖南城 对 而且你看看湖南城 到了晚年的照片 跟张爱玲到了晚年 你记得吧 拿了今日成 那个那张报纸的 这个晚年的照片 我没看过湖南城的照片 说实话 我倒很好听 气死人了 黄子平跟我说 气死人了 这个这个湖南城 到老了还飘飘欲仙的 那个张爱玲老的 真是不看 张爱玲这个表情 就是欲仙欲死 她是先 那个张爱玲是死 对 被她搞死了 真的 但是在艺术上 张爱玲永远活着 永远长期 湖南城死了 不知道哪里去了 她没有张爱玲 我们今天对湖南城 不知道的 她那些文章 你现在看起来 我赞成 财子文章 确实一片财气 但是财后边 那个人 其实很小 男人吃软饭 还可以理解 问题是 结交了一个 有名的女人 一直还在 还在靠她的名 在那里 沾沾自喜 真是湖南城 最后把这倒过来了 一般都是 比如一个怨妇 之后她会 叙叙叨叨 就觉得 被一个男人抛弃了 没完没了的 说这点事 这倒过来了 你看张爱玲 对湖南城 说过什么 一言不语 都说在色界里 全部 都说在色界里 而且还是非常含蓄的 我不知道 我没靠电视 所以我特别好 全靠李安 全靠李安 但是湖南城 这个人 他真是喋喋不休 他真没少说 吃软饭的男人 看来不能当 死后都要被 枪枪翻行 我都不是完全 吃软饭 看他怎么吃 他这个吃的 他真让你又境界 但是又是一个特别 挺下作的 我说实话 这件事 咱们可以展开说 慢慢说 我都不是说 就因为他是汉奸 那个我同意 你绝对就说 说他因为他是一个汉奸 太快叫了 吃软饭 你就不是东西 汉奸要看哪种 他跟汪精卫这个汉奸 跟周作人 那个汉奸都不一样 汪精卫当年刺杀 那个亲王的时候 那个亲王的时候 对 他是一个奋青 他有一个壮怀激烈 他真的是会为理想而现身的 后来他当汉奸 可能跟当时 他跟蒋介石的权力斗争 这整个的里面 他出于什么 多少成分是这个 多少成分是 后来他真的是相信了 跟日本人 就中国打不过日本 这么做 等等 有很多原因 你看湖南城 什么时候他做过 把自己性命放进去了 没有 他跟女人也没有 监狱里出来以后 又跟一个什么 一个女的在一起 真不像话 而且他完全没有底线的一个人 黑手党的老婆 黑手党的大面 我说他上海一个白 你们上海有一词叫白相 这是一个大白相人 大白相人 我说不清楚 是不好 大白相人 他没有底线的 他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女的是什么 是他同学的爸爸的小妾 你说你 我其实不是一个性保守的人 你可以有不同的 不同种的性关系爱情 这都可以的 我们都可以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 对吧 但是有一个底线 比如说某些 我知道邓文涛对精神精神还是挺欣赏 你是朋友之妻 不可欺 这是一个意义 对吧 你在你在 这个好家伙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底 就没有是非的 所以你在他 你在看他的文章的时候 他才子文章里面 谈中国文明文化文学 谈文化 他都是这个后边 都没有道德是非的 他谈中国文明的时候 你去看他那 那我怎么对 谈谈谈 我对这种人感兴趣是不是说明我这道德也很有问题 说明你男人 不 但是他是一个浑身是戏的一个大面熟 要不我说他不是一个小面熟 他也不是小奸小坏 他是一个浑身有戏 不禁他今天要活着你请到三十行来 那肯定收视率上去了 他说话肯定是那个巧 充满智巧 就把事都说出于蝉是一只花 你想想 把女人赞美女人赞 全听晕了 我多希望他的活上我的身呢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大陆没有这个公演的时候 都扩胎的他们我事我都知道吗 看色界都成了个旅程了 对 专门去香港 专门飞香港 要去看色界 我发现女的比男的还想看 台湾吧 现在有色界团 就是台湾的看了色界以后 到香港去旅行 就去看那些房子啊 什么 看那个色界团 李安呢 我想说一句 李安呢 没有参与这个奥运的 这个闭幕式 真是太可惜了 你知道这个 那个张艺谋他们申请吗 李安他也申请的 是吗 李安他也申请的 但是呢 我相信北京的考虑 当然这个张艺谋更靠得住啊 李安 但是我 我想当初要是他们 再开放一点 把开幕式交给张艺谋 把闭幕式交给李安的话 不得了 李安对中国电影的 我说一句这样的话 李安自己的成就非常高 可是他对大陆电影的影响很坏 你知道什么叫坏 我讲的坏 不是讲他坏 我们回过头来看 当他拍影视男女喜宴的时候 这边拍一个也不能少啊 秋军打官司啊 霸王别姬啊 这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啊 根本不在之下 就双方都竞争很好 直到他的卧虎长龙一出来 奥斯可一打奖 好了 内地的导演就乱掉了 晕了 跟风了 然后就一大串的大片跟他 你哪跟得上 人家他那个潮流 他对海外是 他去导英文片去了 对不对 然后当你在拍大片的时候 他拍断背山了 他又得一大奖 你看现在这一片子 又叫好 又叫做 将来接下来中国的导演 还不都跟着开 我是看了这个色剑 要都模仿就很糟糕了 我看了 我有几句话 感觉啊 就是说 李安呢 还是以礼服人 他以礼服人 他以情动人 这回叫以性感人 以性感人 那为什么是以礼服人呢 你看我就跟另一个电影来比 你好比说就像穿你们岭南大学背心那王力宏 几个青年学生 怎么就能刺杀 汉奸呢 对吧 你看他在他去想观众 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接受呢 那么王力宏一定是他的哥哥被日本鬼子打死了 他一直想当兵去抗日 但是呢 不被允许 你看 你就变得可以理解 你好比最近我看另一个电影天堂口 其实我觉得这电影是大俗套 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 我倒觉得就像让我看到中国的商业片了 是大俗套 但是呢 拍的吧 我还能看下去 挺挺有意思 他拍的那个大明星 挺挺激烈 但是你看 他这个差别 就比如说天堂口里边 小弟 搞老大的女人 黑黑黑黑黑老大的女人 就好比说你搞杜月生的女人 对吧 那么 你不能说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呢 你说比如说作为观众 他就会觉得 哎呦 他怎么就敢刚入了这帮 他就敢搞大哥的女人 那当然有些导演可以说 我搞就搞了 有这样的事 那对 确实有这样的事 可是呢 你就是 你明白吗 我就觉得李安 他其实还是琢磨观众 他基础是张爱玲打下的 比如说他里边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情节 就是说这个女的要去做人家的情妇来 要为了自杀人家 可是呢 他是出女生 那怎么办呢 这帮革命党就商量了 给他破身 这个情节是非常非常荒诞的一个情节 可是他里边把他讲通了 他讲过就岭南大学这帮人 他喜欢王力宏这个人 可是王力宏自己不敢上 为什么 因为他是领导 他要大公公司 他把他上了人家就会说你有私心 所以他拍了下面的很威缩的一个人去上 这个埋下了一个最关键的口 使得将来这个女的就在床上就被梁朝伟打晕了 你想他的第一次是被革命党 所以为什么好在很多人不明白 这个戏在我看来 我也有报纸采访 我说这是一个色衣炮弹 现在大家都只看着色衣 其实他打的是主旋律 他写的是一个红色经典 你看他里面讲的是革命历史斗争 抗战 刺杀 革命党斗争 可是他挑战的非常厉害 文涛你看过你应该知道 革命 我们的革命故事都是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浪漫的 理想主义的 第二阶段是忠诚纪律 牺牲的 你红颜 青春之歌都是 他写什么 他在浪漫的时候 他写出了他的荒诞 而这个浪漫跟荒诞 都是符合理想主义的 没有错的 这要照咱们原来说 几十年前的标准说 那太反动了 就整个本来是一流胡兰 要刺杀汉奸的 结果在临终那一刻 这汉奸送我一大钻戒 我这心里一感动 快跑 快跑 放走了 可是而且出卖革命同志 跟陪着的全枪毙了 但是他把它合理写在哪里 这个编剧编得非常好 他加了老吴这个人物 他这一段话 为什么 因为他后来已经成功的打进去了 打进去了以后 他受不了 他快爱上这个男了的时候 爱上这个老义 爱上这个老义 可是指派他去的负责人 就说你不能赶快暗杀 他说你这么重要的进入这个情报 你得守住 你要忠诚 你知道这里加了一段对白 这不是张艾林的原文 怎么说的 他说当他射了以后 他在床上射了以后 我真盼望你们马上冲进来 一枪把他打爆 把他的脑僵跟他的这个叶 全部打在我的身上 你看这个女人说这样的话 他急了 但是他非常深刻的表现了 这种纪律中诚后面的残酷性 你知道这个残酷性是以前表现的 你说所以革命的浪漫后面有荒诞 革命的忠诚英勇后面有残酷 这个挑战真是太厉害了 否则的话你会变成另外一种黑白 是吧 就是说原来是红色经典 你把那个颠覆了 然后你又变成就是说 那就是另外一个极端 但是直到最后 当他五个人被枪毙的时候 我就想起小说那句话 我的观感 我脑子轰然一声响 这不是叛徒吗 因为之前你已经进入他的心了 你觉得爱上梁朝伟是不可避免了 尤其唱那段歌的时候 对不对 直到最后这点厉害 这是张爱玲的原本李安坚持的很好 非常残酷 那个男的照杀不误 一旦发现照杀 所以当你最后他的同志看着他的时候 这不是叛徒吗 就是轰然一声 这个他对革命的正义性一点都没有动摇 可是我听说就是说 这是我没看 我看到评论说是还有 镜头又一转 就是一转出来 就是这个叫什么 这个易先生也泪流满面 是有这么一个 这个是没办法 因为小说里他有他可以旁白 他说了他生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鬼 我一辈子就碰到这个人是最爱我的 这谁说的 男的说的 就虽然把他杀了 可是心里就是说他的魂会一辈子缠着我 那么这些对白没办法出来 所以最后只好泪流满面来表示 没有小说那么强 就说 就说汉奸 叛徒 咱们过去骂 就说不是人 但是你看这个呢 你就感觉呢 而且他还是个人 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说跟真实的原型 又又其实又是文艺化了 我觉得又剥离了 其实你看 就不管他那个叫什么 郑平如那个真情 里面那个故事没有这个的 另外一个原型 我们就刚才就是说 湖南城和张爱玲的关系 张爱玲在这里面投射的 其实也不见得是他的原来的东西 因为最后我们刚才说的 湖南城 不是一个泪流满面的 不是一个一生一世 就怎么样的 马上一转眼 就六七个又下去了 我认清了 吃软饭的男人绝不能当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徐老师色界影评 他里面不是有这么多 解构革命的情节吗 可是跟共产党一点没关系 里边是国民党暗杀汉街 什么重统军统的 你看见没有 这个差得多久 这个迂回 你就算 我们看完这个电影的陶杰说 他久久不能入睡 我也是想很久 就算他没有背叛 暗杀成功 他也没有牺牲 今后几十年 他这个床戏 对他自己内心 组织上各式运动的交代 他能过关吗 看看丁玲的 我在霞村的时候 这么好的本子 居然没人改编电影 我觉得国内的那些 做电影的 不知道看什么 我在霞村的时候 是讲什么 讲一个女的被日本人拉去了以后 被日本人欺负 就共产党就派他做间谍 做间谍得了病了 回来了 回来以后怎么 自己村里的人全看不起他 但是他回忆 日本兵那里并不都是野兽 日本军官还有家庭人情味 你想一想 这不是等于是把他这个故事延续 丁玲跟张爱玲对于女性身体 在这个男性中心主义的这个革命历程当中的功能 这本身张爱玲就这么多年 后来才发现是大陆是到八十年代吧 才读就是因为他在当时在抗战时期 是一个绝对的艺术 在一个文献期 一个女人 小学留 你这个还是教授看电影 我看像香港电影院里有那个专门的咱们内地旅游团去的 因为他这个床戏安排的比较靠后 所以看了半天 大概看了有四十多分钟 我听几个人起身 要离座 光当光当响 没有啊 没有啊 哪有床戏 哪有床戏 我见过几个内地去看的 年纪大的五六十岁的就说 前面还看得下去 后面就越看越不像话 就是到父母的那样 可是你知道小孩啊 你更想不到的反应 那个他们就是不理解这个女主人公怎么会转变吧 那我说那年轻人可以理解了 他们说那我们更不理解 我说你们怎么也不理解 早转了 还搞什么革命吗 又有钱 还要等后面吗 他说早就跟王力宏脱离关系了 早就跟着罕见走了 年轻的一代 真是不像话了 没错没错 人现在是唯历史